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个静态方法 静态方法 首先这个概念 待会我们重点解释一下 我们以后呢 在liate时期版本之后 将会改变几个神秘周期函数 使用一个静态方法来代替它 那什么叫静态方法呢 首先我们来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 在我们的es5里面 我们会这么去定义一个类 比如说定义一个构造器 对吧 this.a等于1 然后呢我们要定义一个函数的时候 或者定义一个类的时候 要记得一点是 js一切都是基于对象的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demo 也可以当做一个对象去使用它 那么当做对象去使用呢 就可以去给它一些属性的方法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demo.a等于1 demo.b等于function console.log demo.b 那么这种方式呢 就是说把demo看作一个对象去使用 然后呢给它添加属性的方法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代码有没有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demo 是一个函数 或者说是一个构造器 那么它在没有任何被实力化的时候 也可以当做一个对象去使用 可以用demo.a demo.b 可以去正常使用它 那这种方法呢 叫做静态方法 为什么静态方法呢 因为它不需要被实力化 它是直接挂在在这个类里面的 称之为静态方法 那么静态方法的一个主要作用呢 是用一个比如工具库的一个实现 就把一些方法 或者函数放在 挂在一个类下面 那么呢这个类本身自己不用去实现 也能够使用 这是一个es5的写法 在es6里面呢 我们引用了一个新的定义类的方式 叫class 虽然说它称之为class 但它的本质远还没有改变 它改变不了 js仍然是基于对象这个问题 说demo2仍然可以当做一个对象的使用 所以呢我们一样可以给demo2 添加一些属性跟方法 比如demo2.a 等于111 demo2.b 等于function ok conclerlog 什么demo2 点b ok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跟之前es5一样 去定义两个精彩属性的方法 这里我就不跑了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好像引用class之后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呢跟es5里面好像就是一样的 只是这里有点不同 对吧 无论是demo还是demo2呢 他们定义的时候 都可以看出一个对象的使用 但是在es6里面又引入了一个新的东西 这东西叫什么呢 叫static的关键字 是用在这个classic里面的 static关键字是什么意思呢 它可以给一个类 比如classdemo2 这个类添加一个静态的方法 那什么叫添加静态方法呢 说白了 不用那么low的写了 写demo2.b了 可以这么写了 staticb ok conclerlog demo static b 然后呢我把后面的删除掉 我们会发现 他们两个的效果 其实是一样的 demo2 对吧 点b 运行 是不是能够正常运行 遗憾的是es6里面 这种属性 静态属性 仍然不能放在类里面 就是还需要这么去写 那么静态方法呢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写了 那么它写法呢 跟这样的写法 含义是一样的 好 静态方法的概念 我们解释完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去使用 在react17版本之后 将会改变几个神秘之间函数 会改变哪些呢 改变为 改变 发现了 你view自派的将要什么什么什么的 view自派是不是全部给和谐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回来之前看一下 那这三个分别是什么呢 这三个生命周期函数将会被改变 但呢 现在我们使用的版本呢 是16.4 在17版本之后 才会被改变 就现在还是可以去使用的 16.4版本 那么在17版本之后 将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 这三个方法 统一的使用这static get the with state from propose 这个静态方法来代替 就是说这三个将不会使用了 那么我们来 再来认真的看一下 这个三个方法分别叫什么 组件将要接收参数 组件将要安装 组件将要更新 它们分别属于 将要接收参数 是副组件更新这个周期的 将要更新 将要安装 这个是组件初始化 这个周期的 那么将要update呢 也是副组件更新 或者说自己更新的 这个周期里面的 17版本之后 它们都会变为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unsafe 什么什么 比如说这component vodcpropos会变成unsafe unsafe 下滑线 对吧 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语法 为什么 因为它unsafe 是不安全的意思 对不对 因为呢 在这里react没有提供 统一的错误处理 所以呢 以后在实际版本之后 将会不受支持 会变成前面加上unsafe 这个前面的一个前缀 那么怎么办呢 以后呢 会使用静态方法取代它 这静态方法叫 get the with state from propost 意思叫做 获取派生的 stater在propost里面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实际版本之后 这个新的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是这样的 在初始化加假的时候 换一个蓝色 在初始化加假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先走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之后 就开始走 这个static这个方法了 对吧 这个获取派生的状态 走完之后 走render 然后呢 走demote 搞定 另外一边 这边副主件更新了之后 将不会说 viewlessypropost 这东西都会 都会不用 直接的会走 这个get the with state from propost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 component update这个方法 OK 包括呢 set state更新也会这样 那他们两个之间 对生命周期函数的路线就改了 那么另外一个是 强制更新的 false update false update呢 也会直接的 走一遍 这个get the with state from propost 然后呢 下一步就render 大家可以看到 营救这个方法之后 删除了别的方法之后 这个生命周期 稍微有了一些改变 那我们现在看三条路线 分别变成了三种颜色的路线 大家应该能看到 这边是这样的路线 这个绿色呢 是这个路线 蓝色是这个路线 那么所以说 这个静态方法 是我们接下来 要重点学习的一个内容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 从propost 获取派生的state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主要功能 其实是 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叫 nestpropost 一个叫 prefstate nestpropost prefstate 下一个 propost 之前的state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next 就是下一个的意思 对吧 那么对应的 前 之前的是pref 就一般编码的习惯来说 会用这个来表示之前的 之前的状态 在使用这个之前 我们还是把它改一下 写一个新的 之前我们写了test 来测试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对不对 但这个已经是旧写法了 对吧 我们要拥抱一个新的改变 现在我们来写一个新的文件 import react components from react OK class demo extense 前面还有一个 export default 对吧 extense 然后呢 constructor constructor 好 现在我们来一个简单的分屏 OK 简单的分屏 来对比一下 它们两个区别 那么这里呢 为了呃 演示这个效果啊 我们接下来这个test 将会统一的换成这个demo 当然我们先把在这边把生命周期函数给写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生的新的生命周期应该怎么写啊 会变成这样的吧 初始化会走constructor 然后呢我们还是在这边惯例去实现一下继承 propos 我先把这边的给关一下 propos 然后呢 super propos 表示继承这个状态 然后下一步就是这个静态方法了 static get delive states from propos 啊这个写起来好累对吧 而且呢又没有这个代码提示 我检查看看有没有写错啊 derivedstates 没有写错对吧 然后下一步我们concellog一下 一个新 静态 生命 周期函数 然后呢下一个叫什么呢 就就到lander了对不对 lander ok return return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 一个div demo 下面一个是component 安装完毕 那么同样的我们在副主键更新的时候会走这里少了很多 对不对 那么下面一个我们剩下生命周期函数就是从副主键更新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走这条线啊 这个已经实现了 那么下面就是这个是componentupdate 以及componentdeupdate了 把这个写下 statescomponentupdate 然后呢我们先统一return true 因为大家知道return false了它不会渲染 componentdeupdate更新完毕 把这个复制一下对吧 哎 好那现在呢写的差不多了 最后一个是componentviewunmode 其实这样还是蛮好的 因为我们发现 现在我们生命周期函数写少了很多 对不对 看起来舒服多了 一下减少了三个 又用一个简单的static来代替 那么现在把这个问题说一下 看看这个生命周期函数会怎么走 回到这里 在app.js里面 我们回到这代码分屏 test就不用了啊 import demo from demo 然后呢在下面这里我们就把这个组件换一下对吧 test统一换成demo 其他东西不用改变 就把这个组件换一下 我们来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 看一下切换这个 其实啊这里应该换一下 不是test渲染了对不对 这应该是一个不渲染demo 切换这个demo的渲染 现在我们切换demo渲染 在这里呢很快就报了一个错 它是什么呢 demo使用了这个get divided state from purpose 但它没有初始化状态 对吧 没有初始化状态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初始化一下啊 这跟之前的生命周期函数有点不同 我们在constrata里面设置一下 this.state等于一个空 必须做一个初始化的工作 我们切换渲染 在这里呢又马上报了一个错 对不对 跟我们之前生命周期函数不一样 它怎么说呢 它说一个确定正确的状态对象 应该被luturn 但是你干嘛 你luturn了一个undify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写一个新的东西啊 luturn no 比如说luturn一个空的状态 OK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切换渲染 是不是它生命周期函数很简单了 直接怎么样 静态生命周期函数 然后呢走这个 componentdipmode 对吧 然后呢我们现在尝试一下app 这个set的更新 我们知道app更新 会带动这个demo逐渐更新 对吧 我们看它生命周期怎么走的 先清一下屏 是不是 直接走了这个新的一个静态生命周期函数 那接下来走这个componentupdate component是否应该更新 然后呢最后componentupdate 就完成了这一整个过程 但是呢我们这个render没有写 看起来会简单一点 但实际上啊是一样的 我们回来看刚才我们遇到的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这一个新的一个 静态生命周期函数里面 如果不luten的话 将会报一个错误 我们切换渲染 它说avail的一个确定的正确的state object或者now 你返回now也行 一定要luten 但是呢你现在luten了什么 luten了undify 说明我们现在这个使用 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要讲的问题什么 就是你luten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了看这个例子啊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静态生命周期函数执行之后 下一个执行的是lander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luten里面打一个断点 就是在luten之后 打一个看看this.state 就看这个组件的state 现在是什么东西 切换demo渲染state是空 对吧 因为我们一开始初始化就空 并且我们之后也没有为它带来任何的改变 那么现在我们尝试 在这个新的静态生命周期函数方法里面返回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什么 一个他刚才说的是newstate对吧 一个新的状态 好我们再来个like等于true 现在我们切换渲染的时候发现我们的state竟然被加上一个like为true 那这个在哪来呢 这个毫无疑问是这个静态生命周期函数方法 luten法律的值被添加到这个state里面来了 假设再假设我们的state原本就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个islander等于true 随便设置一个啊 然后保存 然后我们在切换渲染的时候发现这个like仍然被加上来了 那说说明在这个函数里面 luten的一个结果最终要怎么样呢 最终会被添加到原来的state里面 ok来写个注释 函数返回 结果将会被添加到state里面去 对吧 用于更新这个state 添加 添加或者更新state的内容 那么如果比较特别是如果你返回 像刚才那样的话呢 那说明state不需要任何改变 不需要任何改变 直接就开始执行下一步 神明周期的下一步 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写呢 因为我们这个这个新的静态神明周期的函数方法 它是取代了之前的几个方法 之前几个方法干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它取代的是这个view开头的方法对吧 view开头方法往往呢会接收一个新的参数或者新的状态 用于更新之后的状态 那么我们这个新的方法在替代它们同时呢 也不能丢失这个功能 它将会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叫做next propose下一个参数 以及之前的状态 然后呢根据这两者为这个state添加一个新的属性 你添加或不添加与否都没有问题 做这么一个判断的 我们把这个参数写一下next propose 还有prev state 这是这个静态神明周期函数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的是引进来的一个新的神明周期函数 之前的pt里面删掉的叫做get snap stop before update 在更新dome之前获取一个快照 这个神明周期函数呢也是比较特别的 有时候会处罚 有时候不会处罚 那么待会我们来详细讲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我们最后一个神明周期方法 这个神明周期方法呢叫做get snap stop before update 官方一点话说就是更改dome之前 或者说更新之前获取快照 或者说获取截图 那截的什么呢 截取的就是当前的应用程序这一刻的state跟purpose是什么 它比较简单就只有一个特殊的属性是 它会把它里面删的值传递给component did update 那它会传递到哪呢 我们看看component did update方法在这 对不对 它接收两个参数 前一个参数 前一个状态 以及一个info 这个info就是我们的这个snap stop 那个神明周期函数传给它的 会传递来这 所以这个其实可选的 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个神明周期函数 那么呢 它就会传递这个lutern的值给它 那么现在利用这个demo的例子来测试一下这个方法 get snap stop before update 要console lock 更新前 获取快照 ok 然后lutern一定要lutern一个值对吧 跟我们之前这个方法一样 就是如果你不想做任何改变 或者说不想传递任何参数 那么你至少也应该lutern一个no 否则的话它会报错 说不允许lutern一个undefi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切换它的线染 ok发现这个事件并没有处发 并没有处发 那么现在我们为了为了处发这个事件 我们在这里去设置一个按钮 div 一个必要签 这个是demo 然后button type 类型呢 设置为button 然后呢 后面这里啊 点击setState对吧 setState 给它挂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click事件 onclick 等于 this 点 setState ok set空的State对吧 然后呢 看能不能处发 这个更新前获取快照 这个事件 切换demo渲染 然后呢setState ok 可以发现这个被获取到了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钩子被处发了 然后我们来这里啊 在 div update 更新完之后的方法里面 对不对 它能获取什么参数呢 第一个是之前的参数 之前的状态 然后呢 还有info info 就是这个guess next stop beforeupdate 传递给它的 好 第二对方法 在进行完之后 我们先不着急 我们先看看这个顺序的一个问题 我们会发现 这一个获取快照 这个方法 它比较奇怪 奇怪的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生命周期 对不对 这是它在一个mote 在加载的时候 的一个生命周期 下面这个呢 是一个 更新的生命周期 那么我看它执行过程是 首先进行这个 静态生命周期函数 然后呢 是update 对吧 那么应用应该更新的 然后呢 调用render方法 然后在render之后 它才去获取这个快照 然后呢 再去处发这个update方法 要注意它的一个顺序 是比较奇怪的 它是在render之后执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看起来很奇怪 对吧 你不是在update之前 获取快照吗 那你怎么在render之后呢 其实大家应该要注意一点 就是render方法 实际里面的内容在渲染的时候啊 并不是直接渲染到页面中的 它会经历一个过程 对吧 把它一个虚拟dump 然后呢 虚拟dump 再去更新真正的一个html 这个时候 才真正的完成了一个update 就是说你在gsx里面只是表达你的html结构 但是呢 它里面内部会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更新过程 这个更新过程是在render之后的 所以呢 这个get snapshot before update 也是在render之后去执行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呢 相对简单点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传递的参数 会不会传递给component componentdupdate方法在这 prevpropost prevstateinfo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为了看出效果来 对吧 我们的liten一个别的值 一个from update 然后呢 在这里console log一下 对吧 console log一下info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更新完之后 对吧 在这个dupdate的一个console log里面 打印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from update 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snapstop的方法 传递给它的一个参数 这个就是一个 生命周期函数的问题 在这呢 我们的生命周期就全部讲完了 就这一部分的知识呢 比较干燥 但是呢 大家只要记住 这么一幅图就可以了 在这里 我们一开始 前面加了一个 gap snapstop 等等等等 一个方法 对吧 那为什么把它删掉呢 因为它是新加入的 跟之前的方法 有一些不兼容 就带view的 全都不兼容 所以说我们要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最好是 应该在这个生命周期函数里面 去了解它 对吧 在这里添加一行 什么呢 get snapstop 对不对 应该这里去执行它 那么大家在理解 生命周期函数的时候呢 只要把这个图片拿下来 那么你在开发的时候 只要对照一下 就可以去学习 去熟悉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的一个问题了 那么生命周期函数呢 还是用我们一个简单例子 一个定时器的设置 和移除的一个例子 在前面 以前的生命周期函数里面 我们设置定时器 其实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在constructor里面设置定时器 一个是在component view mode里面设置定时器 但现在呢 因为这个生命周期函数比较特别 它跟constructor一样 只会执行一次 就是在这组件初始化的时候 会执行一次 然后现在定时器呢 就是在这个view on mode里面 去移除定时器 对吧 因为你要删除了 那么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周期函数 要怎么去设置定时器呢 那么我们正确的节点 应该是在constructor里面 去设置定时器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方法 它会被多方执行 就每一个更新 都会走这个流程 但我们只是希望 在它自己初始化的时候 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设置定时器 统一移除到了 这个constructor里面来 不变的是这个 移除定时器呢 还是在这个view on mode里面 那么我们以这个新版的 一个生命周期函数来做例子 其实跟之前的差距 并不会差得特别多 同样的例子 我们在这里 states的话 就改变一下对吧 time为new date ok new date 对吧 一个新的时间 那么我们这里呢 因为我们的程序太简单了 这生命周期函数 功能用不上 那么你弄一个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按钮呢 暂时也删除掉 那么我们在这里边 设计一个简单时间 this.states.time.get seconds ok 获取它的秒 对不对 然后同样设计一个tick 这么一个方法 它的最后呢 是每次都会setState setState干嘛呢 让time更新为一个new date 对吧 一个新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我们会用一个定时器 setInterval 对吧 去不断地去调用它 this.tick ok 一秒调用一次 对不对 一定要记住 要记录它的ID this.timeID 等于 大家也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组件 其实也是个类 那么有一些要在类内部 不断通用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也是需要把它挂在this里边 但这种方式 最好不要挂在State里面 因为它跟我们程序的状态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要保存的一个变量而已 那么现在我们清除在哪儿清除呢 清除在viewonmode里面清除 那么clear interval this.timeID ok 跟以前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打开浏览器 刷新一下 切换demo的渲染 当它开始渲染之后 会不断不断的设置定时器 然后呢 我们把它关掉之后 它就结束了 这个定时器的一个问题 一切都没有bug 对吧 没有任何的报错 以及警告 就是我们定时器设置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到 在我们使用了新的生命周期函数的时候呢 有一些问题 小小问题 我们是需要适应一下的 比如说我们没有了viewmode的方法 那么这组件 一些初始化的工作呢 可能都要放在这个contract里面去执行了